你好 歡迎收看河橫斗內幕 是主持人王乃瑜 這次歡樂 含金量又高的 政論節目 歡迎您的加入 邀請您掃描一下 畫面上面的QR Code 加入YT聊天室 我們會隨時跟大家多做互動 國民黨立委徐曉星 身陷大姑夫婦的詐騙案 現在案情神展開 我休息個幾天回來 怎麼突然變成八點檔了呢 許曉星出示了大姑老公 暴力威脅內容的錄音檔 還說大姑上個月申請保護令 知乎姐夫就是個頭痛人物 不僅自爆了一堆家務士 還狂開地圖炮 開轟溫朗東的B問題 還要他抓去關 意外遭扯出說 自己的老公疑似是耍特權 沒當兵嗎 當然他老公今天出面說 沒這件事情 不過外界質疑的是 許曉星現在是在玩屋賊戰術嗎 因為關鍵的事情都沒說清楚 涉嫌詐騙的大姑老公 跟他婆婆借了將近兩千萬 婆婆拿房子抵押 許曉星當時說 我有借貸一百萬給婆婆 但是被抓包說財產申報 並沒有在全登記 又改口說 家人之間的贈宇 我為什麼要報備 外界真的是物理看花 因為許曉星一下大喊說 大姑不算家人 一下又說 我好後悔進入婚姻 現在又說是贈宇一百萬 給婆婆的乖媳婦嗎 綠云狂酸 許曉星最喜歡影射他人 現在叫做業力大引爆 另外來關心民眾黨的柯文哲 我好久沒有關心他了 好自這個總統級的選戰規格 賣了鄉長選舉落敗之後 阿伯的聲勢一蹶不振 阿伯出了敦拜之後呢 更傳出惹惱了地方派系 還有自家縣黨部 可謂是內外交迫 不僅如此 阿伯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的案子 一件一件被揪出來 媒體人就認為說 金華城的這容積率的土利案 可能會是柯文哲2026的大炸彈 再加上今天高雯安再次出庭 還在北院前面上演星光大道 跟聲援的民眾一一來握手 恐怕都讓阿伯很頭痛 但是阿伯你不用擔心 因為阿伯你的聲量 你的救星回來了 休息兩個多月的寶寶養寶珍 寶寶在歷經了這個 後宮甄嬛傳之後呢 寶寶在這個已經 西飛回宮 寶飛回宮 好這個獨家首秀付出 就在我們的橫橫斗內幕 今天要來好好聊聊 寶寶最近過得還好嗎 寶寶聽說跟基隆有一項合作 到底是要合作什麼呢 今天好好來討論 先來歡迎今天陣容相當堅強的來賓 從這個當主持人 現在被我逼到旁邊去的來賓 時事疲論員吳靜穎 大家好 我是奶球 你們好 奶球是我的狗 請你不要這樣羞辱我的狗 好 再來呢 歡迎的是資深媒體人楊慧珍 你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歡迎是時事評論員張雨萱 我不重要直接去到旁邊就好了 好 趕快來介紹大家期待已久 我也非常想念他的民眾黨前發言人 寶寶楊寶珍 嗨 大家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大家 好 再來歡迎呢 也是民進黨台中市議員永鴻哥 大家好 好 再來歡迎是資深媒體人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稍後資深政經記者尚一夫 還有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劉采薇 都會來到我們的節目討論現場 我們說呢 這個前幾天我休閒一下 因為稍微休了一下 阿伯一定覺得很傷心 都已經選輸了 然後竟然乃魚也沒有來關心他 乃魚回來了 阿伯 我回來了 而且阿伯 我要替你狠狠的斥責這個傢伙 就是吳靜怡 我這幾天在家休養 我都有看一下電視 吳靜怡真的非常的過分 阿伯已經選輸了 結果你在這個我們的節目上面 你這樣一直哭哨阿伯 笑阿伯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不高興 為了要維持我們阿伯的聲量 我只好撐了兩天 不然他真的沒有新聞 而且到最後還要靠楊寶貞 我真的覺得他好辛苦 確實 他真的是有點辛苦 沒有關係 今天有乃魚 有寶寶 還有吳靜怡 今天大家一起來扛阿伯 不過我們說到 阿伯在賣療選戰過後 我真的是有關心一下阿伯 阿伯真的是選得不是太好看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是過程 阿伯有沒有享受 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其實在選前之夜的時候 至少阿伯 阿伯有感染一下 那種大進場的感覺啊 欸不對 可是不是阿伯在選啊 我們來看一下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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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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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阿伯一起 麥寮升級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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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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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主席這八天陪著01里候選人 走遍我們麥寮的大街小巷 進到了我們麥寮 每一個居戶 居民的人家 我們去關心這個地方 我們了解在地 我們希望將公開透明 青蓮 情政 愛民 愛鄉土 戴盡麥寮 喂 不是吧 你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到底是誰在選 明明就是01里在選 結果大進場的叫做阿伯 不過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葛瑞斯 這個你怎麼看說 阿伯現在在麥寮這個局面 因為你身為這個 被停權一年 不知道為什麼只有一年的 這個停權的黨員 但是你還是有權力 來發表你的言論 你怎麼看麥寮這一局 阿伯現在聲量 我真的是不冷直視 他現在唯一救星 是不是只剩寶寶了 這個本人 因為被停權之後 馬上從這個 所謂人家說的 前科幕僚變成評論員 馬上變成主持人 也因為停權的關係 所以人生就過得更開闊 可是大家有看到畫面 剛剛這個麥寮大進場 明明現場好像 我聽麥寮的朋友說 好像才兩三百 但是柯文哲大進場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進場快走到一分鐘 不知道怎麼走 重點是什麼 還是參選人在台上迎接他 搞得好像柯文哲要選 所以其實為什麼 這個麥寮會選成這樣 很簡單 錯誤的就是說 第一個 這是以黨中央來領導地方選舉 這是我從來沒看過的 第二個 柯文哲永遠是在畫面的C位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 你們明明選前之夜 熱熱鬧鬧的新聞沒有出來 結果反而是486 跟吳靜宜 20倍的聲量 我都不知道在幹什麼 然後結果本人我在主持 討論這個靈異裡的這一題 我其實也是蠻尷尬 你就硬生進去 不然柯文哲沒有東西 還要討論 硬生啦 對 因為我必須要承戒 所謂我們王乃宇的主持人的意志 我們的傳統 對 我們就是王乃宇 唯一關心阿伯的政論節目 對 身為乃球的 我只好聽主人的話 所以我們就硬生了一拍 專門給柯文哲 那為了硬生的時候 我當然也要爆一點小料 所以我還情非得已的拿出我給柯文哲傳的 這個LINE的訊息 就沒想到我一傳之後發生什麼事 小草不開心 不高興 不高興 說我什麼 信招了 柯文哲 我的天啊 你看這一則 這一則是什麼回事 你看 你傳給柯文哲的 對 因為有人說好聚好散 那我傳第一句話才是重點 請你的網軍不要攻擊我 但是他們重點放第二句 對 我第二句是 不然我也無法停止喜歡你 就讓他把重點放第二句 重點來了 然後他說 我只傳這一條 另外 他說 不只是有肢體的接觸才是騷擾 文字的騷擾也很嚇人 被停權的黨員請 好之為之 好之為之 他們比較幽默 對 但是你要知道 3月20號本人 病還沒有被停權 第二個 居然你知道 居然這個 很多的網軍就說 太狠心了吧 他早就被柯文哲封鎖了 Excuse me 承認 承認 疑毒欸 我第一次看到被疑毒 不會還那麼開心的人 就是你 對不對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如果 我跟你講 黃朗宇 如果有人 你已經封鎖那個人 他不會出現疑毒 對啊 他已經疑毒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可能是柯網軍 沒有辦法平復這個心情 假如 哇 他們找不到情緒的出口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 柯文哲的Line 對 楊寶鎖也有柯文哲的Line 柯文哲的Line 是沒有那個頭貼的 對對對 對啊 那他就疑毒了 那他有沒有回我 回啦 他就用停權來回我 對不對 他就希望我停止 對他的喜歡 所以我很開心 就我們兩個算是一個 和平分手 致死不渝吧 你們算是一個致死不渝的 愛戀就對了 對對對 OK 好那你請你停止 再說自己是奶球了 因為我一直強調 我家狗的頭髮蠻順的 你今天稍微再整理一下 好不過想問一下 惠甄姐的事 這個 阿伯在賣療這一局 當然這個 我們之前都有分析過了 不只選輸 而且還輸得比以前慘 對 這個Line還倒退1000票 得票率也比較低 但是很多人說的是 我們太low了 我們想得太淺了 阿伯從頭看了 阿伯 阿伯又說 從頭到尾 我們的地方組織 就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要這邊認可 阿伯沒有裝甲老二 阿伯是堂堂正正的真老三 這次他很堂堂正正 他開大門走大路 我就是老三 阿伯 我值得讚許阿伯 但是為什麼是 阿伯明明知道說 自己是真老三 他還要投入這麼多的人力 物力財力下去呢 是不是他覺得說 這邊東西 賣療就是有機可圖 應該是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在賣療選得非常好 應該是說在雲林這邊 選得非常好 然後尤其在賣療這邊 看出來的票 好像跟賴清德只有差500票 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認為他是 他不要再叫他說 莊老二了 他是真有 是第二 這當然沒有 我不清楚 我沒看過 真的是第二 不要再亂開車了 然後真的是第二 所以他認為他這一次 可能再吹下去的話 搞不好就可以變成第一 所以他認為他有這樣的實力 然後他才會用 總統級的一個規格 掉到賣療症的一個選舉 左遠當然是兩個 第一個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 第二件事情 賣療是什麼地方 賣療可是王家的一個 人家都開玩笑講 他王家的地盤 沒錯 對 整個台塑集團 六千 我從以前都跑台塑 你知道很好笑 每次六千有一些抗爭抗爭的時候 我就去問他們的一些 高專業經理人 我就說 你們這樣子 你們跟地方關係很緊張 他說什麼地方關係很緊張 我跟你說 他們現在來亂亂的衣服 接著兩禮拜說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家的 我們這八 這八 什麼職 就職職那一類的 就是說 倒三天一夜 對 他說每一次全部都是 我就說那不是 如果你們關係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怎麼會來亂 人要有交代 你就是這樣 有時候這個 你把它想成是有一種 就是辦喜事的心情 有時候就跟你講兩句 可是之後人家就會有 所以換句話說 台塑集團在那邊是夠力的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狀況 為什麼柯文哲 你在上次在這邊可以選到第二名 而且只差500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台塑集團總部都更案 那是我的獨家 2014年的時候 他在總部的都更案 那時候送件 從他送件之後 就是柯文哲在審 結果後來在柯文哲卸任之前 2022年之前 給他過 容積獎率給他3600坪 額外的 人家申請5萬4千坪 他給他5萬8千坪 所以換句話說光是這個容積獎率出來 有70幾億的 那我跟你講70幾億 說句實在話 台塑集團也沒看在眼裡 人家很好的 所以他對他來講 你跟我是喝來喝去 所以在你總統的時候 你說他可以選到第二名 只差賴清德500票 台塑集團有沒有暗中實力 當然有 台塑集團會認為說 好啦 我這次喊你 喊你之後 結果你以實隨之位 結果說再來 這一次要幫我衝第一 可是不好意思 你旁邊站的人是誰 黃國昌啊 黃國昌 敵人的敵人 敵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 應該是這樣講嘛 對 是這樣沒錯 可以啦 你講都對 對 會做人 黃國昌是我的心歡 真的嗎 這我無法停止喜歡他 你看男人眼光可不可以好一點 好不好 還是你用奶球的眼光 我是大奶球 好 這個大小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快要生氣了 真的真的 我們繼續我們不要離開 我們繼續 然後重點就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說 我第一次已經還你了 你第二次你還要繼續來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你黃國昌把這個打沉 這是什麼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幫我們得罪一大堆人 他當然沒有辦法 而且黃國昌過去在六清 在很多的一些事情上 事實上是一樣的 講說是站在六清的對面 所以他心想說 我想要停你 不過你旁邊站著這個 沒鬆快 第二個 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許忠富 許忠富何等人也 我以前跑台座集團的時候 許忠富他是麥寮的鄉長 他可以坐在王文淵總裁旁邊 做主桌 我跟你講那一桌有誰 那一桌有王瑞華 那一桌有他們其他王家的人 那一桌還有以前那個 台座的顧問李志村這些人 換句話說 坐那一桌的人非富即貴 像我這種人被發片邊疆 有沒有 顧門口 所以你就知道 許忠富他的態度是 跟王文淵是可以緊密成這樣 這也難怪 為什麼這一次許忠富出來的時候 是大於藍白加起來 還輸許忠富 這就是什麼 這是在說台座展現六清實力 那當然克文哲想要 在這個部分著眼的 也當然就是 台座集團的一個實力 就是說如果他認為說 他這一次可以借由台座集團 然後可以再取得第一的話 可以跟王文淵 有緊密的關係 但克文哲我必須要跟你講一句 就是人家財團是這樣的 你對我有一些些高比喻 我也回你了 所以上一次你選得這麼好 我已經回你了 沒這實所之味 更何況你克文哲 刻薄寡恩 人家台座集團 有回你一次就已經算不錯了 好 我想要問一下雨萱 雨萱你怎麼看這個 阿伯不要聊這個 因為我看你評論說 阿伯已經犯了人情義理的天條了 所以我們表面上看到的是 小草看到的是說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輸了一個鄉長的補選 沒有關係 就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沒有 阿伯是不是已經踩到別人的底線了 阿伯輸的不只是這場選舉而已 我延續剛剛惠真傑講的 第一件事情 生意廠上有些東西叫贏貨兩棄 你去找這種大老闆談事情 通常就是反正一條算一條 我們這條就算多少 我聽你的 你選完了 那就是這樣沒了 但柯文哲的特性是這樣 我想他從頭到尾 他沒有要選銀賣了鄉長 跟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他是不是有一個畫面 直播 然後他站在六清的路口 然後完全都沒有人 然後都是車來車往 因為是工業區嘛 他還說我們好像太早來了 都不是 你知道他來對了 他做對的事情 因為你從正常人的角度 他是要跟民眾互動 那請問那個直播他是在幹嘛 我把標題換就好了 跟王文淵抗議 我抗議 抗議 就懂了 就馬上秒理解了 他的TA不是我們啦 對嘛 所以他在跟大老闆講話 柯文哲什麼時候會看上我們了啦 沒有嘛 MICLEMICLE 他搞不清楚 財團各式的六清不認 對對對 翻臉跟翻數一樣 我有說的 很厲害 對對對 柯文哲覺得自己很會翻書 很會翻頁嘛 就沒有 王文淵翻得更快 早就跟你恩斷義絕了 所以各位你要理解 柯文哲這邊去賣聊 搞這麼大一出到底是要幹嘛 第一個目的啦 請問他知不知道自己選不贏 當然知道嘛 但是他想要做什麼 我們剛才講了 許忠富是一個關鍵人 許忠富跟王文淵 那是大週會 柯文哲要去排 可能還要排二 三張外城 因為他是直接利益相關 他直接說 我怎麼給你軟結軟結 軟結有什麼好處 跟你拖嘛 要來喬嗎 要來喬嗎 你如果要來喬 對不對 我有影響力喔 我搞不好可以害你 許忠富若選喔 你是不是要來找我談一談 他目的真實是這樣子嗎 他跟王文才有談判的籌碼嘛 否則今天胡偉他為什麼不去選 窮鄉屁壤 他根本沒有Michael Michael 他當然不要去選嘛 這是他第一個層次的目的 再第二個政治層次上的目的 各位你要理解一個概念 請問一下柯文哲如果知道 自己選不上 但他可以證明自己有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叫做什麼 從大安森林公園之王 原本講說他是大安森林公園之王 大安森林公園之王有一個特點 就沒有事情做 整天的歌唱 掛到最後 你怕去沒有事情做 他現在轉職成功了 他現在轉職成功了 他變成什麼 專業勞死戶 專業勞死戶 喬車賽你知道嗎 因為說老實說 生雞都沒有 放雞才有嘛 你當時是雞才是喬車賽 兩種都可以啦 喬車賽 在一起啦 喬車賽就說喬車賽 來喬車 你知道嗎 專業勞死屬戶 專業機死戶 反正隨便你怎麼講 我問一下啦 今天柯文哲在證明這一局 你看 本來張家的民調在開出來之前 許智豪是28% 許中富才23% 有機會 結果柯文哲來之後 造成什麼樣的效果 第一 藍軍失去信心 大家覺得會分裂投票 會被你搞慘 所以投票率沒那麼踴躍 第二 蘇智芬陣線的人 包括許中富 皮繃緊了 就說這樣不行 這局不能輸 所以說最後開出來的結果 反而翻轉過來了 是要把藍軍害慘了嗎 其實你講藍軍也不對 把張家害慘了 他證明自己在地方上 有一個能耐 就是說連張榮衛 實力之雄厚 都擋不過我柯文哲的喬車賽 我給你喬下去 你張家到底看 這個腳屎棍移下去的話 張家都沒辦法 但我就問 好 那你說這個有什麼用 有用啊 二零二六在即 請問一下蔣萬安 如果柯文哲要跟他喬一下 他受不受得了 不知道 搞不好受不了 新北喬不喬 到處喬不喬 黃國昌去喬 我給你保證新北一定輸 對不對 那個侯友宜是不是就皮皮剎了 我要找誰接班 黃國昌每天在那邊 侯友宜是我大哥 來新北大家長 黃國昌這樣 台中會不會跟你喬一下 對不對 所以他各地縣市 他都證明自己有 專業破壞的能力 所以基隆那邊 趕快藍白河嗎 宇萱 不是嘛 不要委屈我們楊寶貞 好啦 都有提外話 叫楊寶貞去選基隆 台中 柯文哲根本就不安好心 對不對 講這個 等一下保證自己回 所以我講在這個前提跟狀況之下 他全台灣他到處都可以去搞破壞 搞破壞他可以做什麼好處 所以每個人都被黃文淵 我要算就要來講一下 要來敲一下嗎 對於柯文哲來講 什麼最重要 錢最重要嘛 但是柯文哲喬敵賽 他有一個前提要件 就不是說你想喬就可以喬的 你要怎麼樣才能跟 當一個專業基石戶你知道嗎 你要先跟人家當好朋友 你自己想想看 民進黨是不是先跟他當好朋友 結果後來姚文志誠什麼慘狀 對不對 就喇成功了 台北市什麼慘狀 被他害死了嘛 那你看國民黨是不是2024年 想要跟他當好朋友 對 又被喇成功了 你看侯儒現在去哪裡了 對不對 就是他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他要跟你喇之前 他會先寄生你 假裝跟你友好 但友好之後他就會開始勒索你 張家也是犯一樣的嘛 各位 整個大選期間 就幾個人 郭台銘 你去看一下郭台銘現在人在哪 他兒子還在國外 他回不來 跟柯文志當好朋友下場就這樣 張榮衛是不是也對他很好 對不對 還有跟他合作 然後裡面還有一席部分區 部分區到現在還沒有輪到 就你看張家被害慘 害成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講 他違反了一個天條 因為你對於這種地方事務而言 你在台北背骨可不可以 可以啊 沒人在乎啊 翻臉跟翻數一樣 反正北部地區隨便選隨便上啊 對不對 雖然說他在台北市也不行了 但是你到各地他就這樣 你在都會地區 大家不講究這種人情義理 但你在地方上 特別是張家這種的 比如說張家也好 比如說嚴家也好 你給人家背骨一次 整個地方請問所有派系 未來誰要跟你合作 因為你沒說道理嘛 人情義理你沒在說的嘛 你講話沒算話嘛 所以這個前提跟狀況下 柯文哲以為自己這樣沒什麼大不了 他以為說我反正跟王源討 沒討到就算了 但事實上你毀掉張家的信任 你等於毀掉全台灣地方派系 跟你合作的可能性跟信任 所以我才會說 他在這種鄉下地區地方選舉 基本上已經玩完了 他還在想出什麼千人計劃 會有一千個億元 你不用想了 招的你就投票了 所以趙宇軒說法是 阿伯不管怎麼樣 阿伯這次再次認證了 他扮演一個很棒的腳屎棍嗎 稍後網友們大家都非常期待 還是寶寶寶寶寶回來了 寶寶有這個新工作 討論度也是很高 稍後讓寶寶來講 先進廣告 好 歡迎來到我們節目討論現場 哇 我們今天迎來了我們的大來賓 也就是我們狠狠抖那一幕的好朋友 我們的寶寶 終於回來了 寶寶 我們想問一下 這個最近在休息兩個多月 大家都很關心你 可是沒有想到 你一出馬 你出現的地方讓大家覺得說 是比較驚喜一點 因為你出現的這個地方 之前蠻紅的 當然後來最近是稍微淡掉一點點 但是要問你的是 你擔任的是 基隆政策推廣大使計劃的 這邊我還把你的採購案 通通都把它撈出來 所以想要獲得寶寶的芳心 這個標案要多少 132-0000元 得標廠商養寶貞 好 寶寶當然恭喜你 有一個新的職位 不會很想知道的是說 大家說 那所謂的基隆 就真的是要來一個藍白盒嗎 因為剛才雨萱也說 阿伯現在是職業絞死棍 但是這個 對於謝市長來說 買一個寶寶 買一個保險 我們先來一個藍白盒 是這樣嗎 我先稍微講一下賣療 賣療是這樣 就是當時因為這個 等一下 副主席 怎麼了 妳現在是民眾黨發言人 沒有 前發言人 他還有民眾黨基 所以妳也還沒到基隆的 政策代言人還不是 準政策代言人 準大使 前民眾黨發言人 所以妳要先講賣療 現在好 謝謝議員 幫我們爬梳一下 爬梳一下 沒有啦 我先稍微講一下 因為剛剛賣療 大家還討論了很久 我覺得第三勢力 當然他希望每一場選戰 都有一些參與 但是因為的確我覺得柯P他在 他的光環跟他當時33%多的 那個支持度 其實他並沒有真的去轉移到 就是這個毅力的身上 所以我覺得 這的確是第三勢力 他在發展過程當中 會很常碰到的一個局面 那我覺得這個全黨投入 當然我相信有他們選擇 但是我覺得全黨投入 有時候是一刀兩面 就變成你贏二 妳要去說他 說他輸了就是沒了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 當你這場輸了 而且因為他們就會開始被講說 怎麼會選得好像比他當時 五黨級的投票數跟投票率還要低 那我覺得的確可能就會去傷到 黨跟傷到柯P的本身 因為是柯P他整個 Lone Stay下去 就整個全身心投入 然後也是全黨投入的情況 大家當然都很辛苦 但我覺得的確 當輸了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樣子的一個 後續被討論效果 好 那基隆是這樣 基隆的部分我稍微講一下 那個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個怎麼標案就被講出來了 但是我先說 恭喜德彪寶寶 不是我自己去投票的 也不是我去應徵 主席說我去應徵 不是應徵 不是應徵 主席說你應徵 他說我應徵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當時是這樣 邱佩玲副市長 因為他是民眾黨籍的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打給我 他問我說 就是基隆這邊他們有在找 這個女性 然後相關可以做一些宣傳推廣 這樣子的一個身分 所以他們就說 那要不要去跟他們聊一下 那之前謝市長我是不認識的 所以我想說那就去聊一下這樣子 好 後來他們就是 其實又找了幾個人 他們不是只找我而已 所以找了幾個人之後 他們就後來挑選出決定是用我 那這個標案的話 它相對是沒有到要公告的金額 所以它並不是公開招標的一個方式 那我也不是一次就拿著一大筆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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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個 分期付款 對 類似要分期 因為等於說我每個月 還是要參與一定數量場次的活動 然後幫他們在社群 包含IG 然後可能在FB上面 或是YT上面等等 就要相關的有推廣 然後也要做出成果報告之後 他們府方那邊去審核 我才能夠去分期去拿到這邊 所以有點也是類似領月星的概念 對 所以完全不是像大家所說 這一切都是合法合規的流程 可是寶寶我覺得很妙 因為寶寶你畢竟之前也算是 民眾黨非常大的一個戰將 就那時候傳出這個 什麼甄嬛賺資 這些我們都讓他過去 但是當時傳出很多人找你 江啟臣也有找你 國民黨私下我們也都知道 很多人找你 可是為什麼就只有George 謝國良擄獲你的芳心呢 George 好 我稍微講一下 我當時去跟他聊 因為之前都不認識 然後我那個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其實都沒有看新聞 就是我剛離職的時候 你隔絕 你先隔絕這個事 完全隔絕 隔絕這個事件 就我剛離職的時候 剛好看到就是這個 謝市長他的Net的案件出現 但我後來就沒有去關注了 直到他們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才回去稍微看了一下 我覺得Net案是這樣子 因為當時就是產權的一個爭議問題 現在也進入司法階段 我覺得可以先不多評論 但是我覺得的確或許在市府他們 在處理上面會被大家說 是不是有一些程序爭議的問題 然後是觀感上面的問題 我相信他們自己有經過這一波 也有再去思考一下 那是不是未來處理方式上面 可以再稍微緩和一點 或是有其他的一個處理方式 我覺得現在我的角色 就是去幫忙他可能做更多的一些 政策的宣傳推廣 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今年要成立兒少處 兒童及少年事務處 那我未來可能在一些婦女 或是有一些跟兒童少年的議題 然後再幫他做一個推廣 那主要因為現在大家就覺得 是不是藍白盒 當然就說話 因為你接下來服務的就是 國民黨執政的這個縣市了 其實跟民眾黨的關係稍微淡一點 雖然說副市長是民眾黨 是 民眾黨只有高王安可以選 大家還是在努力當中 大家在努力當中 我最近的確是跟民眾黨的聯繫 有比較少一點 對的確是有變得比較少一點 他們在這兩個多月沒有趕快關心 你說寶寶休息夠了嗎 兩個月其實蠻長的 該回來休息 該回來上班了 都沒有嗎 有關心 然後當然主要比較關心的是 我接下來有沒有要繼續選舉 比方說像鬆信 他們也都一直持續的在 黨有在佈局當中 他們也是有出份問我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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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基隆 台基隆 他那個時候講台中 我也想說奇怪 我好像從來沒有主動提起過 要選台中這件事情 我好像要講 我是台北人 台北人 自己弄錯 只是因為我台北人 土生土章 民生社區 對 民生社區 為什麼要選中社區 你們主持都不知道 說不懂 我那時候看到想說 他可能想說 我當時是從台中出現 所以他可能以為我就是台中人 但後來是因為我爸媽搬去台中 所以他可能就想 那應該是台中人 學小星 妳是那一區的 我是那一區 她有松山 信義大 我看學小星可能翻車 這樣要看你們柯主席 合不OK對不對 葛瑞士 你怎麼看 你看我們寶寶終於回來了 大家都很感動 但是大家說 你看我們柯主席 都是留不住戰將 寶寶跟他說 麥寮這邊有all in 沒有 沒有all in 差兩個 蔡碧如加楊寶貞 對 大家要知道 小草女神 是楊寶貞 小草女神 不是陳志漢 所以他們就搞錯人了 你看楊寶貞就沒有站在賣療的台上 所以就差了那五千票 那時候還在休息 就差了那五千票 對不對 所以小草難過 他心裡就說 天啊 楊寶貞不見了 難道你把我們當作 我們是能被除的除草機嗎 哇 柯文哲像除草機一下 一下就把小草都除掉 所以其實柯文哲滿厲害 他有這個神奇的力量 至於楊寶春去基隆 我覺得非常棒 他不是去基隆 他就是一個承包商 承包商 對 因為顯然他就是一個承包商 他不是官員 所以他上節目 我覺得OK 而且他是用自然人的型態 他現在去接這個標案 身分證字號是A22 所以是台北市人 不要念那些 謝謝你 重點來了 他的服務的日期 其實跟我這個停權的時間差不多 明年的這個 五月 五月 你在努力就很快變得開除了 從五月十五號到明年的五月十四號 所以明年楊寶貞結案的時候 大概我又恢復黨籍的身分了 所以我也可以參選 楊寶貞結案他參選 我也可以參選 要持續戰戰狼 對 那重點是這樣子 有人跟我說 楊寶貞為什麼不回去黨部 他為什麼不回去黨中央 因為現在說黨中央其實 預算蠻多的 那為什麼要跑去基隆 那種地方 我跟你講 誰不想跟快樂的成年人工作 是我選 我當然就選個快樂的成年人 不然你整天跟柯文哲 玩這種幼稚的 幼稚的遊戲這樣好嗎 另外我要講一下選戰的事情 要回到我的專業的部分 我的專業就是民眾黨的分析 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們就來看請勤會不會去選松山信義 這個我不方便帶本人回答 但是如果請勤去選中山信義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是這樣子 這個徐仙琴目前就是用這種主持人的風格 主持像是這種時尚節目的樣子 我還是建議他趕快去接地氣 如果你要幹掉楊寶貞的話 真的 趕快去努力 另外我要說實話 因為非常多黨內的人就傳說楊寶貞要去台中 可是因為後面有一個無影者 不讓楊寶貞去台中市政府擔任新聞局的職務 還傳出說本來楊寶貞要去當新聞局的副局長 但其實是這樣 因為楊寶貞他的個性跟他的人設不太適合 因為變文官的話他就要在裡面乖乖的待著 然後時不時的民眾黨就會說 他不能出來 因為你這樣子就違反公務人員 你看你是不是就會變成蔡壁乳 對 所以楊寶貞到了基隆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 其實楊寶貞也很適合到 他也可以去立法院服務等等 所以其實我覺得楊寶貞 現在才是自由的楊寶貞 自由快樂的寶貞 對 自由快樂的寶貞 所以拜託不要再繼續 不一定要幫柯文哲護航了 因為他現在是自由的人 他自己是自己老闆 不要再回去當別人的龜孫子了 所以我要幫姚寶貞加油 好 寶貞加油 寶貞現在就是要去基隆當的 這個我還沒談到 對啊 不是這個 寶貞 寶貞談了 寶貞真的有穿 哈囉 你已經不是主持人了 好 請問一下寶貞 寶貞你真的有可能要跑到 我們永鴻議員的家鄉台中去嗎 那邊真的跟你有洽談這麼多嗎 其實台中那邊應該是說 江和樹主委 江和樹主委 其實他從去年 很關心你的江和樹 對 上次 應該說江和樹 對 他蠻關心 但他其實沒有直接找我 他都透過媒體 然後他就一直在媒體上 然後比方說像之前 他也是說寶寶可以去選立委 台中的立委 然後我之前也不知情 然後他最近也說 這個來台中選任何一區 就都有機會 那你還是不知情 我也不知情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說 這樣是不是 就我才知道說 原來其實黨中央那邊 對我是有一些 往台中走的一個想法這樣子 柯P嗎 好像只有江和樹講 只有他嗎 沒有 主席也講過 你要知道 柯P也講過 柯P講的 去的台中的那個 現在都不知道要 他回不回得去民眾黨人 你確信要這樣做嗎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 可能只是說 這個江主委本身 自己只是寶粉而已 他就是很喜歡寶寶 不過想問一下 這個玉峰哥 玉峰哥跟你請教 我們剛剛聊到的是寶寶 因為大家很關心寶寶 你看 阿伯 阿伯現在連人才都管不住 你看被基隆那邊淒掉 基隆這邊找到 這麼棒的一個大使 但是阿伯用人不行 但是市政的部分 大家說你想選2026 你這些東西 不是你之前躲去賣寮 九天八夜 就是讓你浪槓九天就沒事 你回來大家會繼續問 尤其我們節目會 一直問一直問一直問 很多事情要講清楚 包括說像是金華城這件事情 還有人家報說 哇 這個北市科T178 這地上全的賤賣給新冠人 所以就無心營家族這個案子 還有說之前陳青花3000萬 去建置這個Pay TaiPay 現在也說幾乎沒有人用 玉峰哥對於這個財經觀念 是非常的靈敏的 這些加一加 哇 都是大數字 好 我們先來講 這個東西你包括金華城的容積率 給到840% 你知道840%是有多高嗎 你一般的住商 就算你商業用地 也不可能到840%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很離奇 是說他們到底用什麼方式來計算 我覺得腦洞大開 你們到底怎麼可以算到840% 可是我們先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就是阿伯沒事了 我覺得這真的是最神奇的一件事情 他沒事了 你知道嗎 監察院不是糾正嗎 然後糾正之後大家講說 那他這個案子會不會有問題 這840%會不會有狀況 可是我們跑房地產的同業去現場看 他還是一樣在動工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頭過身就過 笑罵遊人 你不管監察院你怎麼糾正 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就已經動工了 你給出去的禮物 就跟男女朋友一樣 你送出去的禮物 你是要不回來了 只是柯文哲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是把我們台北市民的東西 拿去送給這些人 他不是用他自己的錢 他是用我們的 扛他人之鎧 然後現在是沒有辦法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在監察院糾正之前 我們就已經知道 這個840%的事情 我們就去 去到現場之後 我們就拍了一張照片 照片非常生氣 因為他在蓋金華廣場對不對 然後現在單價一瓶 要賣200萬 結果我們就發現說 怎麼那個路口 那個路口怎麼沒有紅綠燈 那你怎麼沒有紅綠燈 這件事情很奇怪 然後我們往裡面去拍的時候 才發現那一根紅綠燈 竟然被金華廣場的鐵皮 給包起來了 那我們就覺得 這件事情就很奇怪 我們就去問業者 就問中共說 你們怎麼可以把市政府 因為交通耗製 怎麼可能在工地裡面 你這樣子的話 大家要怎麼看紅綠燈 結果你知道嗎 人家中工也是很硬氣 他說那個就是我們的土地 是台北市政府當初的時候 有點就是說 佔我們便宜 把紅綠燈設在那裡的 你不覺得他們的關係 真的是很奇怪嗎 你就算是好 台北市政府當初有什麼疏失 把紅綠燈 放到人家的工地裡面去 你以公眾交通安全的關係 你不能夠讓一下嗎 沒有 他們的關係就是這樣 反正840%給了就給了 但如果大家有機會 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特別看一下 你不要覺得說那個地方 好 為了發展給了840% 它的840%旁邊 還有一個小社區 就是跟柯文哲關係 沒有那麼好 感覺上就是被放棄了 你說都更要做 你這8年 那個地方你知道嗎 整棟樓都已經破爛到不行了 連它的頂樓都長出了一棵榮樹 連頂樓都長出了一棵榮樹 所以你要是跟柯文哲有關係的 可以得到840% 他緊淋在旁邊 就是在偶戲館那個地方的 他竟然破爛到長出榮樹來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太厲害了 840%我覺得真的要跟大家講清楚 如果他真的要再選總統的話 要跟他講清楚 這840%你是怎麼算出來的 好 那另外來講北市科 北市科其實也是我們長期關注的 它可以說是我們台北市 最後一片大的樹地 你在台北市你不要說都更 你不要再說說為老 你不要再說500坪了 你根本300坪的案子 你都弄不太到 北市科是幾公頃幾公頃在弄的 T16 T17 T18 當初是一起弄的 你看T16當初來講有投資計劃 然後有正常招標 現在來講已經動工了 你T17現在還在漲潮 T18你沒有投資計劃 你說這個東西 我們不知道說用賤賣還是用送來 因為這意思就是我跟 就是感覺上就是有點 有點思想瘦瘦的感覺 那現在T18星光 其實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他們為什麼一直沒有在發展 星光現在有個說法是說 已經想要把它轉包出去了 可是可以這樣子的嗎 那個東西是不可以這樣轉包出去的 因為你拿到的是地上權 所以台北市政府還是土地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在包括金華城的案子 包括北市科的案子來講的話 很多東西你都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胚胎配 你知道嗎 我們在私底下 記者群組都在講說 在討論這個案子 就想說應該把這個改成什麼 你知道嗎 宋述 Sentry Pay 這個東西來講 真的是要Sentry Pay 這就莫名其妙 你知道嗎 我們要去寫一個新聞 我們要回頭去爬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再回頭去想一件事情 你有需要嗎 你這些台水 台電 我個人就直接弄在這個信用卡 就直接讓它扣還 大家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去Saven 去全家 去萊爾夫就可以繳 你用一個什麼Pay TaiPay 還是Sentry Pay的東西 可是因為聽說 阿伯就是很對這種東西 有一個執著 就是很喜歡那種自動 那種E化 不是 你們搞錯了 這個東西不管再怎麼對接 明明不管API對接任何東西 都是浪費時間 浪費金錢 浪費生命 你根本不需要 可是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會有什麼好處 你開了一個案子 你就會有廠商 有廠商就會有維護 這些東西都是錢 然後等到 反正因為我們縣市首長 是四年任期 我們高中不是去練體育課 都會這樣子嗎 煞一聲解散 煞 你就撤退了 對 這東西已經圈完了 你在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地方要做的事情 你看這樣挖水溝 就包工程 但是這個太低了 你看這個方式 你弄一個Pay TaiPay 然後解散了 然後到最後退場 船過水無痕 你這花了又是三千萬四千萬 又是我們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人民的血案錢 你想想看 最厲害的阿伯最厲害是什麼 你知道嗎 大案小案 從三千萬到二十億四十億的 全部都包 可是他有沒有法律責任 他都沒有法律責任 就是這樣子 青州雨過萬重山 阿伯一個華麗轉身 就這樣輸出了 對啊 都沒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 柯文哲市政府最厲害的地方 我說阿伯如果再繼續什麼Pay TaiPay 我們就要給他勝出Pay 不可以這樣阿伯 三千萬很多 好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這個賴清德 當然他現在趕快公佈 他的內閣名單 那第三波的名單 其中就是有包括說 是在金融的部分 不過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在金融的這部分 大家就會說到說 哇 這個財經內閣 這大家很有感 因為大家要顧經濟 但是卓榮泰 他有提出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個內閣最重要是什麼 穩定供電 來看一下 未來不僅是郭部長 我們所有的行動創新內閣的團員們 我們都會以穩定供電 作為第一要務 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去做更安全的電網 去發展更多元的綠能 去做更靈活的調度 好 我們可以看到呢 卓榮泰他這邊有強調說呢 哇 新內閣最重要的 叫做穩定供電 但是就在這個時間點 就比較尷尬的是說啦 哇 在這個中立啊 桃園那邊啊 哇 就突然啊 一直出現這個跳電的問題啦 在中立啊 桃園區啊 藝文特區 哇 這邊其實都算是蠻精華地段的喔 竟然出現這些跳電 喔 大家說這樣子真的有點尷尬 但是呢 我想問一下有紅議員的是說 欸 大家現在最重要說什麼 經濟 經濟部長很重要 經濟部長叫做郭志輝 欸 大家說還不錯 因為呢 他是產業界出來的 哇 過去也是一個這個 也在產業界非常的有經驗啊 曾經擔任說鴻海啊 郭台銘的司機啊 翻譯啊 還一起到這個日本洽商 但我覺得很妙的是 國民黨的這個態度喔 欸 國民黨想要挑他毛病 挑到了一個毛病 我覺得千不該問不該是國民黨出來罵 他說 喔 它是紅色的 因為呢 彭博點名說 他曾經擔任的崇岳 曾經遞中國社晶圓廠 哇 文鴻海直接說 這個經濟部長 未來的準部長叫做紅色資本家 我想說 哈 你們確定 你要勸呢 鴻海委員 你要確定要打這一題 對 其實這一次 這個卓榮泰公布的這個 新的這一波的 是以財經為主的 這一些內閣裡面 那一個大亮點是什麼 經濟部長 因為經濟部長是來自企業界 那你知道台灣都特別喜歡 對於來自企業界的 新聞上也好 然後政治圈也好 都特別喜歡給他們一些光環 那當然有些像以前 這個曾財儀啊 誰啊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就會被修理得很慘 這個說真的啦 郭志輝他是我們 崇岳集團的董事長 那他一來他就被潑了兩個髒水 一個髒水是說什麼說他幫中國蓋晶圓廠 人家那是一個小工程 不是晶圓廠 第二個就是說他以前有這個 跟人家有一些股市上的糾紛 其實都已經說明 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當王鴻威的國民黨去講說 他的目的是要講說 你看你們在罵洪又用一個有幫中國 有幫中國在蓋工廠蓋晶圓廠的 這個科技下來 他其實目的是要這樣 可是他忘記一件事情 傅崑琦不是20號要帶 一票呢 帶一票立委去將近20個人去 他要去交流呢 到時候去交流的時候說 這個是怎樣幫我們中國有蓋晶圓廠 是不行當你們的經濟部長嗎 有洪你不行洪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這是一個冒險 但是我也必須講 就是這一次整個的 因為他這一波提出來 包括數位發展部 國發會 科技部等等 有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有時候沒有試的時候 不要去嘴那件東西 明明地震完我們的電力供應還好 但是因為確實有一些機組 它是地震的那個地鹽效果 你一講之後他就給你 電就出問題 所以我覺得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慶幸就好了 一般 這是一般民間都知道說 沒有事的時候不要沒事講一下說 好像 不要講自己 好像寶寶好像最近很久沒有感冒了 他最後一天他就會感冒了 都是這樣 因為講到寶寶要講一下 否則因為都有人傳簡訊給我 這個還是要問一下 因為大家 怎麼了 我想 大家要問什麼 怎麼要問 再問 我告訴你 因為有了這個標案大家都看到 秀出來對不對 對 那就要問說 你是先跟副市長談過 才是先有這個標案 應該是說他們同時在進行 應該說他們就在問 這個會有法律上的問題 為什麼 這個我要勸寶寶 如果是同時就怪了 他是要先有一個需求 我才去找人 結果現在想是先確定你這個人在 有這個標案 這個你到時候有問題 他不是先確定我 來 第二個是 他要怎麼驗收 驗收 我到時候問 第三個是 你有沒有給他一個服務建議書 這個到時候都會有大家問你 因為沒有 我今天在這邊沒有問你 我會被罵 我們都走合法的流程 我問一下永鴻藝員 今天非常的紳士們 寶寶今天第一天上班 大家不要讓他這麼硬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稍後繼續來 他還沒上班 還沒啦 五月中 好 我們剛剛談論到的呢 是這個賴清德他準備上任了 但是他面臨到的是一些難題 包括剛剛提到的這個內閣問題 其中這經濟部長郭智慧 就一再被點名說 哇 這個 他是這個紅色的資本啊 另外有說 他也曾經在重月的時候 有財報 數字 有問題等等 當然這些在政院這邊 都已經做了一些釐清 但是賴清德要面對 除了那個還有宮殿賽 還有國會的部分 哇 國會大家說 哇 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 是不會放你甩的 絕對是冰冰冰冰冰 這個傅昆琦現在宣布 準備要帶著他的快樂藍尾小夥伴 一起去中國 哇 那這樣又算什麼呢 尤其在國會改革的部分 大家都說 哇 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法案的出審 藍白就是想要人數優勢 全案保留送到朝野協商 哇 大家說現在藍白準備 就是要來硬闖了 尤其現在還有這個國民黨說 哇 要來修反滲透法啊 大家說 哇 賴清德 想要好好的作文的話 國會會是一個很大的戰場 另外看到的是 國民黨的立委徐巧鑫 哇 這一出 我在休息的時候 一下到 哇 現在整出變成八點檔啦 巧鑫說 早知道就不要 早知道就不要進入婚姻 我是因為那個來 所以才會躺到傅昆琦的懷抱 我到底看了什麼 尤其現在所謂的一百萬 說所謂的借給婆婆的利息 送給婆婆的利息 贈予給婆婆的利息 還有她老公當兵 好像又有關說 怎麼這麼多東西 稍後好好來分析 她這支麥克風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 來進行準備的 其中的一個東西 我說你這一根東西 可能會被人家搞來搞去 所以我就建議她 你要藏一支手持的麥克風 隨一聲帶著 這樣你才可以順利的主持議事 從早上到下午在那邊表決 民主進步黨 今天提善會動議提了40次 民主進步黨提善會動議提了40次 我舉手就舉了40次 那我舉手的結論是什麼 我舉手的結論就是 我不要讓你善會 事情就這麼簡單 你柯建民在對面看得起扑扑 也沒關係 你要氣那你就去 本來就不可以讓你上會 你要氣扑扑 氣扑扑 我們敬老尊賢 希望你也不要太生氣 不要一直氣扑扑 這樣對身體不好 我想問一下雨萱 你剛剛說柯文哲 他們很容易成為腳屎棍 因為很有可能在各地出來 出現一個藍白不合 不知道要怎麼選 但是你剛剛有說到說 要腳屎之前要怎麼樣 先釋出他的善意 我剛剛看到國昌老師 滿滿的善意 他對於國民黨充滿的善意 準備要攪屎了嗎 在新北這邊攪 可是攪得成嗎 這個李四川 他現在聽說我受訪 還有講說 如果真的我要選的話 韓國瑜會支持我 那新北這一局怎麼攪 攪得動嗎 國昌老師 新北這一局 攪屎總要有一個鋼 那個鋼是誰 你不要亂想 對 你想清楚 你鋼的那個鋼 那個是誰 要截摳辣 我嚇到 我嚇到 全部都歪柔了 就侯友宜 就侯友宜 侯友宜是 侯友宜是那個 是那個旺 侯友宜是那個旺 那個鋼 好啦 那個旺 那個門 對不對 所以你要喇自己 你也要先看侯友宜 願不願意嗎 好啦 可以了 所以我就說 這個前提是這樣子 因為當時我各位 我已經解釋過了 侯友宜為什麼要找黃國昌來 你看黃國昌 現在當然很高興 想說侯友宜願意接納我 他甚至都叫他大哥 說他是我們大家長 他家長 他大家長不是柯文哲 但是你仔細看 當天那一場行動座談會 侯友宜找了黃國昌 請問一下有沒有找洪孟凱 有沒有找李四川 有沒有找劉和蘭 有沒有找其他的立委 沒有咧 沒有啊 所以那就是一場秀 他就是要拿黃國昌 來修理這些人 你們都把我比較沾沾 把我比較沾沾 不要以為就是你們了 你們父子那麼大 你要來拜碼頭 有沒有打到效果 有嘛 因為有人的媽媽 馬上就打電話了 我不知道誰的媽媽 大家都知道 你不用說我們知道 因為媽媽經常打電話 經常打電話 我們駕怎麼沒有 我們駕票怎麼就 搞錯了 那另外一位 那是瑞鷹 那是小鷹路線 柯媽媽 柯媽媽 所以他造成這樣的效果之後 那我反問一件事情 今天在整個民眾黨裡面 各位你要注意看一件事情 柯文哲唯一制了他的人 就只有黃國昌而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本事同根生 駐必得相間 兩個人就會相間在一起 就是說黃國昌的特性一樣 他過去跟誰最好 黃國昌靠誰出道的 你知道嗎 蔡英文 他小英的學弟 康乃娥 他說蔡英文給他秀名名 結果後來在立法院幹嘛 都瀏海亂亂 太離譜了 開始跟蔡英文大小聲匹配叫 然後把密會的內容都講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是黃國昌的專長 在柯文哲背鼓之前黃國昌已經先背鼓了 他比他背得還早 他才是始祖 所以這兩個人遇到之後 他們的 忌生與何生諒 所以勢必會 兩個會有一場相爭 但是今天黃國昌來到新北 黃國昌跟國民黨 他們也會玩一樣的套路 這個套路很顯然 就是說他一定會先跟國民黨 你農我農的 不管在立法院上合作 不管跟吳宗憲合作 以前黃國昌也跟一個人也很熟 林維洲啊 他就說跟國民黨也是ER 然後後來就翻臉了 所以他的技巧也不輸給柯文哲 所以這個 但是我跟你講 最老奸巨華人是誰 是侯友宜嗎 那不管哪 如果我反問你一句好 請問侯友宜現在支持誰 侯友宜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到現在還不知道啊 劉赫蘭天天喊 他有支持劉赫蘭嗎 洪文凱現在就縮起來了嗎 他說沒有沒有 我現在要學習來很多 不要來打我 洪文凱這樣講嘛 他自己講啦 不我講啦 所以現在看起來都沒人嘛 但我跟各位保證一件事情 最後的新郎絕對不會是黃國昌 因為理由很簡單啊 黃國昌確實他有兩成的選票嘛 對不對 民眾黨包括可能兩成嘛 那請問一下有兩成 以前大家講說得年輕人得天下 得民調得症瘡 那韓國瑜講的 那我請問一下 他得了天下 是嗎 那國民黨會不會去投黃國昌 半票都開不出來嘛 對啊 所以這個組合是不成立的嘛 因為黃國昌仇恨值太高了 所以他現在很努力的在洗 很努力的在洗 要把自己洗成小藍艙的模樣 那就是想要讓國民黨能夠接受他嘛 但你覺得在整個選舉 包括可能在一年之內 最後就可能要決定囉 那要決定之前 黃國昌洗得藍嗎 我差點講洗得白 他洗得藍嗎 我覺得有難度嘛 好 那如果他洗不藍 對不對 那侯耳宇最後提出來自己的人選 那不管是任何人 不管是劉和藍或其他的黑馬 又或者是媽媽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黃國昌會不會選到底 他還是會選到底啊 那選到底不就變腳屎棍了嗎 腳屎棍啊 那不是跟柯文哲又一樣的套路了嗎 黃國昌不可能放棄選舉的嘛 因為這個理由很簡單 兩年之後 各位你不要以為黃國昌當四年立委 他只當兩年的立委 他兩年就不能當了啊 那你看他現在是不是已經功高震主了 他現在是不是流量都是柯文哲的十倍了 募款都募一大堆 然後柯文哲沒人看 大家都是在意黃國昌 在立法院也不受控 那請問柯文哲兩年之後 還會讓黃國昌待下去嗎 當初黃國昌要進民眾黨的時候 是一堆人反對 大家都說你要注意他 他到時候沒辦法控制 這個人就是這樣 阿伯一定一直防著他 以阿伯的個性 不是阿伯找他來的 是當時是其他人 整個決策委員會裡面的 其他人反對啊 他獨牌眾議硬要他來啊 他就說黃國昌這個人 就是一直背骨一直爽啊 但柯爾阿伯還是硬要找嘛 但是他找了之後 他現在要付出代價了嘛 所以我覺得兩年後 柯文哲一定把黃國昌掃地出門 要他出去外面拚嘛 黃珊珊可能也是喔 黃珊珊跟柯文哲的距離 沒那麼近喔 所以那黃國昌知道自己 一定得走的狀況下 他會不會亡命之徒 背水一戰 心悲捏給他拚下去 很有這個可能嘛 他一定先選了再說嘛 反正到時候要不要棄保再看你嘛 所以我跟你講 2026年的新北市 為什麼我講 腳死棍 專業機死戶 因為很有可能成為民進黨 最有可能獲勝的這一次 所以你才會看到 不管是蘇喬惠 不管是林佑昌 早早就在布局 而且你以為這是鄭文昌嗎 鄭文昌會不會想來 誰知道 誰知道 暗潮湧動的咧 所以民進黨這一次 新北朝會搶那麼兇嘛 因為終於逮到機會 而這個機會是黃國昌湘湘出來的 哇就是國昌老師在攪死棍 讓民進黨覺得說 那有機會囉 另外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我們剛剛談到的是民眾黨的聲量王 我們說到國民黨的聲量王 當然就是巧欣巧欣得第一 巧欣現在聲量依舊得第一 但是這件事情風向 恐怕不如巧欣所希望的了 這次是巧欣 他是涉入了說 也是他的這個大姑 跟他的這個姐夫兩個人 涉入了這個詐騙案 巧欣一開始切割得很乾淨說 跟我真的沒有關係 但是現在呢 我們發現說巧欣從哭倒在傅昆吉的懷中 到現在到處開戰場 哇跟黃傑開了一個戰場 跟溫朗東開了一個戰場 跟四叉貓開了一個戰場 連這個律師黃定 跟他都有一個戰場 哇巧欣現在是亂了正腳嗎 還是所謂的巫賊戰術呢 來聽一下巧欣最新受訪 我先生的事情他今天自己會回應 我看起來不像男生 我也沒有兵役問題 所以這個問我呢 那他這個我也沒有在那麼早的時候 就跟他認識了 但是我知道他是溫朗東說 X的啦 所以呢 所以那也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我想也不用別人 隨便X的事情 我們都要一直回應啊 不然每天在外面X 那我們清清白白認真做事的人 不就回應不完了嗎 拜託不要再造謠了 就是你們不 就是溫朗東不斷這樣子的造謠 他對於社會造成的危害才是最大的 就不是你今天有嘴就可以到處X 哇可以看到呢 巧欣今天呢 言辭還是相當的犀利 但是我覺得今天觀察到一個點很妙喔 也就是呢 巧欣跟溫朗東開了一個戰場 他先講說 哇溫朗東啊 欸這個假裝是有病啊 然後呢 欸不去這個逃兵役等等 結果呢 溫朗東說 哇你要血流成河是不是 那來啊 你先生呢 你先生兵役問題呢 巧欣今天很妙喔 我先生的問題我老公自己回答 欸巧欣這個就不想講了 欸這好歹是你的配偶呢 好不過我想問一下惠貞姐的事喔 哇巧欣這件事情 我現在只能說是狂開地圖炮 是 支線開的有夠多 好 所以原本這件事情 就是在討論說這個詐騙案 巧欣到底跟這件事情有沒有關係 他有沒有知情沒有 有沒有知情不報 照他以前的這個高道德標準 但是現在變成說啦 跟黃傑兩個人啦 說要告啦 這個黃傑說 我限你24小時喔 不然我就告喔 巧欣說你去告啊 黃傑說好啊 那我現在就去告啊 好那另外呢 好再來呢 有沒有很像小朋友吵架 好再來呢 就有一個四叉貓 這邊又有一個戰線 這邊吵的叫做一百萬之迷 好事情是呢 他這個姐夫 跑去跟他婆婆借了說兩千萬 婆婆說沒錢 那拿房子去抵押 巧欣跟他先生想說 婆婆沒錢 那我們就幫他付這個一百萬利息 但很怪的是喔 他一開始說的是 我婆婆跟我借貸一百萬 哇 被刺叉貓貓貓貼到一百萬 財產生貓沒有啊 那一百萬哪邊來的 巧欣說沒有啊 我就是贈語嘛 改來改去 開始讓大家覺得說 巧欣在這一局 怎麼會覺得說 哇 她被貼到了 我覺得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有時候是 就是因為她的個性 她之所以可以變成是 這樣子的藍營的空戰女神 也是因為她的個性 但同樣的個性 你神黨殺神 佛黨殺佛 現在就變成業力引爆 還有很多冤親在早上門 所以你說她自己跟詐騙案 這個本身有沒有一個 直接涉案的一個證據 事實上現在沒有 一般人遇到這種狀況 頂多都講一句說 我們這個家裡有出這樣的事情 我感到很遺憾 那這樣很多的過程 或很多的細節 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就近代司法調查 這句話就給他拼救了 你現在遍地開花 沒有 小星星還罵說 好啊 你們連啊 你們連連看 連出一堆塔綠斑 這樣講呢 不是 最重要是連出 你婆婆借貸不是2000萬 是1450的 1450萬 所以就會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很多東西 其實是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但為什麼現在感覺上 已經燒了三四天 而且連文朗中都跳進去 你一個堂堂的立法委員 你何必要去把一個人家給你爆料的東西 而且針對評論員的東西 甚至是涉及到所謂疾病 個人隱私的東西 你都這樣子講出來 你這樣的個性 你真在隱在 當然人家只會更把你認為說 好 那就開始 所以現在連他老公 這個部分的一個兵役問題 然後也被就是弄出來 事實上我個人認為 昨天我有看了朗東很長的一篇文章 以及他老公今天出面說話 我認為他們兩個事實上看起來 所謂裝病這種質疑應該比較少 因為看起來是真的都有一些症狀在 而且朗東事實上他在 已經退下來 就是說停止了那個不易之後 他還有持續在看診 所以我覺得 應該不要用這樣的角度 然後搞到本來是個詐騙案 好像變得有點在互統 然後起了流程 對 但第二件事情 我個人認為是比較嚴重的 什麼是比較嚴重呢 就是小新在這個工房的過程裡面 去講出了他婆婆借給這一個 詐騙集團兩千萬 那現在情況來了 這兩千萬是所謂她被詐騙 她是受害者還是她是投資 如果她這是涉及投資的話 那事情就很大條了 所以人家現在才會說 那你這個兩千萬到底 你什麼時候知道 你婆婆當時借款 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借這個款 然後再來 有一些數字的東西 你不清楚就不要講 他說那個利息的東西就一百萬 後來人家發現不對啊 你如果是本金加利息 你可能就是比較高 那你怎麼可能單純利息就一百萬 所以現在就變成所有數字都不懂 然後最厲害的是我們這個FBI 就是貓貓 貓貓探長 被人家發現說 你婆婆現在看起來 除非你婆婆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很多房子 然後很多房子有很多不同貸款 不然現在看起來你婆婆三次貸款的金額 加起來事實上是一千四百五十萬 好像也不是兩千萬 所以現在整件事情都會讓她就是 你看這個四叉貓 我真的覺得他們厲害 她明明現在是人家已經要出國去度假 還這麼 今天登記前又發文 又發文 你看有沒有現在被人家發現 就是說2021年 然後在2021年 2021年 一年金融三次一千四百五十萬 然後她的公司登記的時間也是同一年 然後是10月25號 所以這個金額會不會是讓她成立公司 如果是讓她成立公司 我們事情是很大條的 變成是你幫她出資 所以我覺得後面的衍生的事情越來越多 事實上我有一些朋友 事實上跟他們是有認識的 在小金的這件事情爆發之前 就已經有人說她的大姑 是真的有面臨到被她的老公 給家暴的一件事情 包括現在的音檔都已經有曝光 事實上音檔我之前有聽過 那個真的是 你一放出來是通通必到為的 歇斯底里的那一種 而且那一男生非常的不OK 很渣 就是他真的是用那種非常 今天傳出來另外一個 S跟S家暴P的事情一樣 都是那一種很不好 不OK的一個情況 然後所以呢這個有沒有 就是說這是朋友今天收到的訊息 曾珍當時嫁給就是他傳給他朋友的 然後就是他老公在發神經要 兩年要殺全家 事實上我有聽過這音檔 他的內容真的是這樣 但據說我是聽我朋友那邊講 當時他錄的這個檔案的原因 是因為他那時候想要離婚 所以要求自保 所以陸下說他有一個所謂家暴 那言語家暴還有恐嚇這個事實 但問題來了 你2021 這應該是2021年的錄的音檔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到最後還是沒有離城 所以現在就變成整件事情 不過話說實在 巧欣講沒錯 他們的事情跟你什麼關係 那跟你什麼關係 那你以前為什麼要用這種錄手去弄別人 對不對 現在人家就發現說 你以前人家蘇正卿的事情 那你幹嘛去弄蘇家犬 那人家蘇家犬也道歉了 也不要讓你在那邊 在額外的這邊槓上開花 那人家道歉 你還要給人家修理 其實我現在的理由是我家人涉猜 也要順便推別人下手 政治鬥爭 我好委屈 我好無辜 本來是無難 那你現在人家為什麼這些冤親債主 要拿同樣的標準來審視你 就是你以前是用聖元標準來要求別人 所以有一句話 我還是要奉勸大家 做人要更好 所以大家說來到這個社會 這個遲早要還的 你看巧欣以前 最喜歡用這個連連看 所以大家現在就說 應該要唱一個叫做 許巧欣連連看受害者聯盟 這個大家都是連連看受害者 巧欣現在是不是覺得說 自己也感受到這樣的感覺 尤其巧欣講了一些話 大家也覺得蠻妙的 他這個跟這個佩琪有點像 動不動 就要離婚 我們來先問一下上宮 這個離婚這一段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來清一下 不過我覺得很妙的是 巧欣在面對這件事情上面 大家覺得說現在是一個屋賊戰術嗎 從一開始倒在這個婦婚期的懷裡 他後來怎麼解釋 他說因為他生理期來 但是我身為女性 我覺得拿這件事情 來當擋鍵盤是不OK的 就是像說你跟男朋友吵架 然後你亂發脾氣 然後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解釋 怎麼下車 只能說人家就那個來 不然怎麼樣 可是這個可以接受 你是立委 這個行為你覺得OK嗎 另外他還說什麼 早知道我就不要走入婚姻 什麼他今天還強調 這個是我老公的 姊姊的老公 他覺得他自己很委屈很衰 那不對啊 之前鄭文燦那些IMB的那些大片案 他不就一張照片定人家罪嗎 上公怎麼看 我覺得一件事情 哭倒就是這件事情 大家有趣的開始嗎 那當然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到底改口過多少次 第一個說沒有聯絡 後面被抓到有聯絡 第一個說代電後面變成正宇 等等的問題就是 你如果從一而終 跟你改口 大家的認知會不一樣 今天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代電是什麼意思 要還啊 代電是什麼意思 我先借你啊 等一下你要還我啊 你要還啊 正宇是什麼意思 我就給你了啊 好那中間差別 最簡單一件事 因為今年五月才報稅 如果他跟你說我代電是 去年的是今年報稅 我報正宇 其實就結束了 結束了 我相信這個一定是有人提醒他 有人提醒他 但是2021年 2021年公司成立 如果他的代電是2022年 2023年已經報完了 那可以去查有沒有正宇 有沒有申報正宇 但是如果他是延後的話 是去年的話 他今年才要報稅 他可以報正宇 所以他可以解套這個問題 正宇就可以解套這個問題 因為報稅今年五月才報啊 他還沒報啊 還沒報的時候 我今年報正宇一百萬結束了啊 所以他這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一直在把他之前的 所說的話被抓到 不是這樣一路在改口 一路在改口 你剛剛說開戰場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啊 你看他在統神的一個案子 他就給統神吳征的電話 他說大家吃瓜吃起來 去引戰 自己想要從這個戰場上脫離 變成是統神跟吳征的戰爭 他脫離 那現在你入意看嘛 他就說什麼 他大姑啦 支持小英啦 穿夾克啦 他們家裡面都是支持小英的啦 然後還包括那個車手是民進黨的啦 然後就把你轉到IMB 跟你說你看乘歐破 有沒有無償用人家車子 有沒有無償用人家房子 有啊 你看IMB尾牙的時候 鄭文燦有沒有去啊去啊 還一下子之間就告訴你 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民進黨的問題 包括我家人都是你民進黨的問題 家裡有問題的人是民進黨的問題 都是你們民進黨的問題 一刀就把你切過去了 以前連連看的時候是東連西連 他現在連連看的時候 是把家人連過去了 他是把他大姑跟他姐夫 是連到民進黨去 他整個就連過去了 然後跟溫朗東開戰 跟黃傑開戰 反正我就是跟綠的在開戰 他變成整個的議題變成政治上 好像變成一個綠營的問題跟藍綠的問題 他在跟綠在開戰 所以他在幹什麼 政治操作 他在逃脫本案的戰場 對啦 本案的戰場 本案就是說 他在100萬到底是怎麼樣 他在那個留言裡面說 我不要你開槍 你把錢還給他 是什麼錢 他是誰 他現在一律都不跟你交代 我一律都不跟你談 我就是切切切切切到後面 我想辦法要逃離本案的戰場 我跟這一個 我跟我大姑跟姐夫的公司裡面 什麼關係 我全部都要把你撇得乾乾淨淨的 他就是在做一個逃離戰場的工作 第一天 哭倒在傅昆吉懷中的時候 那一天 把自己丟進一個戰場裡 而且那個戰場是他自己 跑進去以後擴大了 因為被人家抓到 不對啊 你有聯絡啊 100萬代電 為什麼沒有 財產申報沒有呢 什麼一大堆以後 隔一天開始改口 關我擦拭 然後開始要逐漸切割 遠離戰場 要開始要逃離這個戰場 你看他第一天 哭倒在傅昆吉跟隔一天 一兩天以後出來再繼續開記者會 那個態度 你會發現 許曉昆的第二次那個記者會 比較像他之前的記者會 比較像他之前的記者會 他只差 沒有把他那個大姑跟他姐夫的相片 拿起來開始連蔡英文怎麼樣 做個圖連而已 你沒發現他有開始連 他就把家人連過去 他不是把家人連到我這裡來 連到他自己身上 是把家人連到民進黨那邊去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逃離戰場 所有的理由都是在逃離戰場 只問一件事 你認為他大姑跟他姐夫收押 三月的事 他都不知道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對不對 那一收押就應該知道 那為什麼回應還是這樣 因為你看 一收押一直到事情被揭露 19天 19天 其某種程度上 如果他知道 他只想安安靜靜的度過 不是嗎 對啊 不然我問一件事 如果他大姑跟他姐夫被收押 他隔一天開記者會說 我家裡被收押 我這個跟我無關 好好處理 誤網誤重 然後我們現在還在了解 什麼事情 可能跟詐騙洗錢有關 如果真的有關 誤網誤重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件事跟他就沒關係啦 你主動出來跟被動出來 完全兩回事 然後你被動出來講的話 還被人家抓漏洞 所以這裡面的問題就蠻多的 所以大家會對本案裡面 打了很多問號 但是他就是偏偏告訴你 連連看全部連到民進黨去 全部連過去 然後他的大姑跟姐夫 全部不連在我身上 全部連在別人身上 就很簡單一件事嘛 就切磕脫離站長 但是這樣子 大家社會上會接受嗎 巧欣今天罵 巧欣昨天他就罵了一句 他說大家現在攻擊他 做人要有底線 他這樣狂轟大家 但是大家想問的是 巧欣以前在攻擊別人 也是沒有在手軟的 就講一句話 就是 記得王文威在講 許淑華的律師的時候 對不對 然後 許淑華說不用無限三綱 你要發現一件事 他們在罵人的時候 罵人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界線的問題 自己被殺的時候 就用對方 殺對方人的話說 不要無限上綱 合理嗎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現在人家在做的就是這件事 當初你怎麼 你用什麼方式 現在人家用什麼方式 其實我覺得 滿公平的 我覺得 這個社會還有一點公平 我補充一下 事實上現在對大家 所有人對他的質疑 其實還是 基本上都還是對事不對人 對 大家覺得說對事不對人 因為大家會覺得是說 我們沒有必要去攻擊許淑華的一本人 不過我們先來聽一下 我們剛剛說到的 巧欣說到的離婚這一段 光是就是 這個有婚姻這件事情坦白說 我都有點後悔 跟我老公沒關係 只是我覺得 那不是啊 那乾脆大家就是 當男女朋友就好啦 好像好像 你真的結婚之後 那對方的家庭全部 他的好他的不好 全部都是要由你來承擔 我覺得這個事情在社會上面 我不曉得大家怎麼想 但我個人其實 心裡是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不只是借貸 他可能是詐騙 甚至有沒有騙婚的問題 坦白說我個人都非常懷疑 騙婚啊 對啊 我想問一下永鴻議員 哇啊 大家都說 巧欣這一波的操作 尤其啦 他直接說了一句 早知道我就不要進入婚姻 為什麼他們的好壞 通通都要我承擔 很多人就說 哇 您身為 如果是您太太發生這樣的事情 欸 大家說 這個話怎麼就有點涼薄呢 哇 怎麼這樣子 就直接一刀給他切了 不管怎麼樣 巧欣是要保住自己嗎 但是巧欣啊 現在面對到 我說真的啦 真的是鋪天帶地 大家對他全面檢視 為什麼會面對到這樣的結果 是不是就是因為 欸 其實巧欣以前 哇 人家說 國民黨新生帶著戰神欸 他以前對你們民進黨 也都是這樣問候的啊 而且都是用連連看 沒有錯 我覺得這一次 事實上許巧欣 你也要感謝這個社會 這社會對他其實滿厚道 現在大家對於他的所有事情 都不是連連看 坦白說啦 都是從你許巧欣 自己的話裡面 講出來的去檢視嘛 對不對 不是說哪一張照片 來連連看喔 對不對 因為通常這個 剛剛我們上工就講了嘛 通常這個 你沒有主動講沒關係 當新聞出來 你去問你就說 這是我們很遺憾 那希望司法誤網誤重 我也不清楚 就沒事了嘛 今天所有講出來 比如我們大概在講 這100萬這件事情 是你自己講的嘛 對啊 是你自己講說 你婆家去銀行借了 用房子去借了2000萬有利息 然後你帶電 這個是他講的嘛 你帶電之後 大家才開始說 那你帶電有沒有去報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還是在救這件事 那你有沒有去申報 大家罵的事情 都是他自己拋的 對 而且你要去回答這件事 你有沒有去申報 對不對 而且我要告訴你 不是許巧欣有沒有申報而已 他老公也要申報啊 到底這個情 因為他老公是政務官嘛 他們兩個人都要申報才對 對啦 而且是他們兩個人 因為他們兩個都要申報嘛 好 所以那如果是正宇也是要 你講講我就覺得有趣了 把他們兩個人夫妻的申報資料 拿來比對會不會不一樣 因為他們兩個人依規定 都要申報 貓貓你應該聽到了 而且互為配偶 所以兩個申報 然後溫朗東有沒有當兵說真的 關這個社會什麼事情 你去開幹溫朗東沒有當兵這件事情 那大家就知道 他就會回來問你說 那你老公也沒當兵啊 他今天就說那你們這樣沒底線這樣 我跟你講 因為你以前都用連連看的方式 我用一句他以前怎麼連的 因為這天好多人都說被他連過 洪池用誰 我就講他連過鄭文燦對不對 連過陳歐破 那個暗兵那件事情 他連的時候就叫人家退選 影射就叫人家退選 今天這麼清楚的 我用他裡面的一句話 他就講 反正徐曉昕那時候他就講說 這個詐騙集團曾國維人際關係 他就找照片出來說 他跟好多人 陳菊 吳怡農 吳乃德 蔡奇商 我告訴你用一張照片就影射 他今天被人家報那麼多照片 那他講了這句話 他說啊 他說清一色金銀高 清一色綠銀高層 到底民眾就是被詐騙這些民眾 那民眾是單純的被曾國維 與張淑芬欺騙 還是過程中民進黨的高層 也推了一把 用他這話我就來自入對不對 自入 換一下 跟他一樣的對不對 清一色都你們 許曉星的家人對不對 你不要去切割什麼 姐夫就是姐夫 大姑就是你老公的姐姐 清一色都你們家人 到底被騙的民眾 是單純的被你姐夫及你大姑欺騙 還是過程當中 許曉星你也推了一把 對啊 不就是一樣嗎 這是你的邏輯嘛 我今天是用你的邏輯 把這名詞置入上去嘛 好 那你今天都不就事論事 你以前都連連看 他現在出事他是切切看 什麼叫切切看 他切誰 說實在我有點覺得這人有點 違背一個做人應該有的底線 你看他在說他 第一時間他是切割對不對 這個他講說 那個是大姑認識了杜先生之後 杜先生誰就是你姐夫嘛 然後婚姻這件事情也是 他說我怎麼會知道 那個夫妻的事情 我有點後悔進入這個婚姻對不對 想離婚對不對 沒有他說如果涉案就離婚了 他說早知道當男女朋友就好 對 後悔婚姻 對 最早是說如果涉案就離婚 我覺得這個是 我很少遇到這種 夫妻是用說我相信你的清白 如果你不清白 我就跟你離婚這種事 有 有 佩琪用過 這個實在有點 佩琪連那個離婚的那個都準備好了 如果我佩琪 我們認為那個是在作秀那個 那徐曉旋當然也是嘛 更誇張的是這個 像昨天他質疑溫朗公當兵 溫朗公當兵的事情 然後人家問他溫朗公當兵的事情 那你老公有沒有當兵這件事情 他今天就是也是切割 他說那我老公自己去回答 你有沒有發現 基本上他連人家都連很快 可是到他身上是他都切割 你有沒有發現 連老公都可以切割 我覺得他身為他的家人 不是 你們家的事 我又不想講你們家 但是當你過去都連連看 這樣連人家的時候 人家現在當然 而且說實在 現在大概沒有什麼連 現在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把他以前講的這句話 把他連回去 對不對 就知道他以前這種邏輯連回去 不是一模一樣嗎 沒有 我們目前都是救他自己 拋出來的議題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目前這三個 詐騙集團被收押的 對 有兩個跟他是親人 對不對 對 好 現在被收 他們是被收押 不是被起訴 所以這些資料 並不是說什麼 起訴書寫出來了 兩千萬 銀行借款 然後帶電一百萬這個 這個都是他自己講的 所以大家自然是救世論事 可是每一個救世論事的人 他都不是救世論事來回應 他都是直接跟你做人身攻擊 這個是做人最低最低最低的標準 他都沒有做到 所以今天當然會有很多人講說 你這個是業力引爆 你這個是 你當初連連看 然後殃及無辜 今天大家當然用這樣標準 事實上大家還沒有用這樣標準去處理他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還有這個到時候 他今天所講的 我覺得他目的是什麼 操作成這個藍白政治對抗 他就是在操作這件事 那為什麼這樣操作我才覺得奇怪 因為你不用特別去操作 不用特別去報 還是說他其實知道很多事情 所以擔心到時候起訴書出來之後 會有一些跟他有關 他先去把他已經操作一片 就是政治對抗就是藍白 所以到時候藍綠 然後就到時候當起訴書出來 如果他也涉及其中的時候 他就已經 反正我就站過一次繼續在站 要不然跟他無關的事 他根本就不用 就等檢察官辦完就好了 他為什麼要站那麼多呢 我想要問一下葛瑞斯 我覺得說 巧欣過去也是在政治工坊上面 非常厲害的人 他一定知道怎麼樣 可以做所謂的鯊魚理論 就像今天大家看到這個 本身的案件 如果是一塊肉的話 記者鯊魚通通咬上去 結果巧欣趕快去包了傅崑奇 等於是丟了另外一塊肉 鯊魚趕快就咬過去 現在在丟另外一個 100萬的事情 大家鯊魚又咬過去 好像感覺通通都忘記了 本案這件事情 巧欣到底涉入的程度 到底多少 尤其就100萬好了 100萬是他自己講的 這個數字 結果到底是所謂的 代電還是所謂的鯊魚 這概念是非常不一樣的 巧欣好像自己都說不清楚 我們來聽一下 他們當時就是用銀行貸款 然後去借錢 然後利息還不出來 那100萬還是我幫家人去墊付的 所以我們兩個就拿出了100萬元 給我的婆婆讓她去還銀行的利息 也就是說這100萬元從頭到尾 沒有進到五大姑那裡 沒有進到杜炳城那裡 也沒有進到任何的詐騙公司那裡 她不是一個借貸關係 所以我的婆婆不是我的債權人 我沒有要求她還款 也沒有要求她要幾部利息 所以當然沒有所謂的財產申報上 要登記為債權人 中華民國的法律非常清楚 每年都有244萬的 贈與家族的額度 在這個244萬的額度裡面 也是不用負擔所謂的贈與稅的 我不是借貸啊 她搞錯了 她搞錯了 我覺得不必多去回運 那反正那個台灣基進黨有 到這個監察院去告發嘛 那到底有沒有財產申報不時 到時候監察院會去做調查 交給監察院去調查 比一些250律師講的話 純粹太多了吧 哇大家說呢 如果照巧欣之前對待別人的那個標準 現在這個標準拿來看她自己的時候 是不是連她自己都有點快要招架不住了呢 我們的這個黃志賢 志賢姐姐呢 今天就趕快臉書發文來告訴巧欣 她說為了許巧欣好 她應該要安靜下來 目前沒有人覺得說 你參與這個作業 但是你的行為卻充滿了爭議 她認為你應該安安靜靜等待司法調查 你身為一個立委 在大姑設詐之後的總總言行不及格的 包括被你稱為病毒的傅崑己懷裡 豪哭24秒 你顯然完全不了解 一個立委的社會責任跟標準是什麼 而且她也強調說 哇這一切並不是任何人要政治破壞你 而且她說 許巧欣不斷有高調的造勢跟表態 各種話術以及各種高情緒張力的呈現 這些都是有益於常人背離常理的 其實對你根本就不有利 許巧欣是判斷錯誤 那我想問一下葛瑞斯 哇我就說她巧欣以前 她最會搞這些政治工坊的 那這次在處理上面怎麼感覺 被大家逮到很多東西呢 還是她就是故意到處開戰場 跟你講兵役問題 跟你講說我要離婚的問題 跟你講說我當男女朋友就好 就是讓她整件事情揮起 讓你們不要回歸事情本質 覺得巧欣是滿怪的 因為在政治公關上 如果是公關處理 我覺得就是正常的人 基本上就是人不談不談 然後一切交由司法處理 那其實大家討論度會降低 但是大家來看 這一個禮拜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之前這個 所謂黃紫礁的事件 非常多人在討論黃紫礁 但是你要知道許巧欣 她已經要超越黃紫礁了 可問的我們就不要看她 那重點來了 就是說 為什麼許巧欣想要冒這個風險 我認為其實這叫風險 其實我認為她採取的叫烏賊戰術 其實烏賊她是一個很特別 她就是說 她認為她遇到危機的時候 她怎麼做 她會先噴墨汁 然後沖走 她噴墨汁的目的是什麼 她要搖 就是把這個視聽 就是大家的眼睛 模糊住了 模糊看不懂 所以就在政治處理上 她想要把本來 就是她家的社會議題 導成為什麼 政治議題 她在拿政治議題來做工房 包含著她抱著傅崑這件事情 我覺得傅崑是代表 國民黨黨團的標的 她的概念就是說 小妹妹我今天 我是一個國民黨的立委了 我被欺負了 所以我看到傅崑 我抱上去的時候 我就是告訴國民黨說 你們黨團要幫我一起作戰 你們不能在旁邊看而已 那其實我是必須要講 傅崑 如果你真的要幫許巧欣 你20號是不是要把她帶走 對啊 你帶去中國 那就不會有人去訪問 你就安靜冷靜 但是顯然好像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過去 但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烏仔還會什麼 他會變色 他不只逃脫 他會接著他會變色 因為他先噴亂了之後 他接著變色 他要先讓對方 忽然間可能認不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他在講議題的時候 他的立場變來變去 他變來變去的時候 他除了剛開始他去講錢 然後數字也是從他嘴巴裡面講出來 他為什麼要講出這兩件事情 我認為這兩件事情 可能是未來會被公開 而且他擔心別人看了之後 自己去做文章 所以他戰場自己開 可是因為他講出來的時候 又不清不楚 我認為他的法律素養不夠高 也因為他的法律素養不夠高 然後還有財稅的觀念不夠好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些 就是他產生了自己的麻煩 就有造成什麼 我覺得並不是四叉貓而已 他自己開口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完了 你完蛋了 接下來他接著 就把它變成是什麼 就是家裡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溫朗東特別有提到 他認識 就溫朗東曾經高中的時候 是認識他這個 這個公關公司這一位 不是 他認識他 而且 大姑 大姑 認識大姑 而且他也提到 有人跟他爆料 其實他家就是要鬧離婚 早就有這件事件 然後你會發現 溫朗東講了出來之後 徐曉欣第一個反應 是把這件事再轉成說 我是不是嫁錯人家了 他很後悔嫁過去等等 所以你會發現他轉來轉去 他也跟著別人手上的資料做的轉 因為他無法判讀 現在別人手上 有多少他的資料 所以他會隨著別人的資料而轉 隨著溫朗東講的話而轉 然後隨著一些照片轉來轉去 然後他就把它變成是藍綠對決 就是說 對 你們那些都是綠的 連我家人都是綠的 只有我是藍的 好 那最後發生什麼是 他想逃遁 但這一次麻煩了 他逃不掉 對 因為沒想到 他的議題潮太大了 所以才會造成 就是說剛剛講的鯊魚的效益 鯊魚才會一直咬 每個觀眾吃瓜都想看他 結果搞到現在是怎樣 我認為統神都快要下車了 他讓統神要下車了 對 然後他現在還打造了一個船 想要國命黨 趕快幫他趕快上車 上車 不要只有我一個人 他那一天鋪倒在傅崑崎 其實是有選的 因為其實照理說 他應該跟羅志強更熟 那你應該是看到你熟人 你才會 對 早就先鋪了 而且他老公其實就是兩次 他老公也太長了 所以 導播我們的畫面要上來 他老公是戴黃色口罩那個 他在傅崑崎的懷裡 當著他老公的面說 如果你有事讓我們就離婚 他就講了那一句 對 就說 我覺得他那個是有一點點 讓人家覺得比較算計 那當然第二個 我覺得在溫朗東這件事情上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看溫朗東 寫那一篇 他跟他們一些人認識的過程 我其實是對他的那個 大姑抱與同情的 我覺得其實溫朗東 是幫他大姑講話的 就是說他事實上 他是被PUA 被他老公給影響什麼 對 所以我其實是 那你為什麼要突然之間 要去打溫朗東 我覺得他那個 應該是有什麼事情 才會讓他出這樣的招 不好意思 我認為就是他的目的 就是想要恐嚇 嚇阻的作用 這概念是什麼 就像是柯文哲挺我 這個黨權一樣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先挺權你 我先警告你 你還繼續敢講 那麼我就要開除你 然後我就要把新聞給做大 我就要搞你 把你弄成壞人 所以你看 是不是許曉欣跟柯文哲很像 對 他們兩個就很像 整天只會找人家問題 但是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解決 就像是柯文哲講到 他的農地的時候 問A答B 對 他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變parking 他講不出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許曉欣他也有 一樣的人設 跟一樣的問題 而這些人同時都是什麼 都是屬於政治網紅型 其實政治網紅型 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反而不知道怎麼樣去處理 而且越處理只會越糟 而且大家說 如果你真的是天意無縫 你真的完全沒有問題的話 你為何要使出 這麼多的手段呢 到底其中有沒有貓膩 等一下繼續追 溫朗東入武當兵 因為要當一年多 他不想在裡面浪費生命 所以他打算雙鋒逃兵 開始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例如把地上的草塞進嘴巴裡吃 例如隨地便逆大小便 例如在同梯的床上大便 假裝自己的精神有問題 每天胡言亂語 這樣比較容易被判定為有精神疾病 希望能夠以精神異常為理由厭退 哇很多人看到這一段呢 真的會覺得說會有點憤怒 會覺得說大家今天跟你討論的是 你大姑詐騙案這件事情 你到底涉入多少 結果今天一個溫朗東說出 他跟你大姑過去的一些交友 一個情況 結果哇你竟然瘋咬了溫朗東 把他過去的包括說像是人家精神病死 這件事情 怎麼會通通都把他抖出來呢 這個是合理的嗎 尤其大家覺得很諷刺喔 早上的時候徐小新還在罵說 你各位做人要有個底線 結果自己下午就把別人的精神病的病死 通通抖出來 我想問一下采薇 很多人就說 哇巧新這次是踢到鐵板了嗎 她像剛剛 有需要這樣子去搖朗東嗎 其實我覺得巧新在這一個事件 的確壓力是非常大 因為自己要去設想 一個女性的政治人物 其實在不管是在異常 又或者是在生活當中 都已經背負到太多的 放大性檢視的一些壓力了 更何況這件事情 的確對她我覺得傷害很大 因為畢竟是夫家的事情 那如果是這樣子 未來是不是包含我小男朋友 然後或者是說我要結婚 我都要先找申訊社來了解一下 我男朋友跟我男朋友夫家 因為很顯然嘛 這已經不是只有男生一個人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壓力很大 那文朗東的確是在這一件事情 一開始就 其實大家都在說 沒有說什麼針對 這個詐騙而外的事情 再去罵巧新 其實是有耶 很多人包含直接 甚至直接影射說 許巧新就是有跟著一起搞詐騙 然後許巧新就是有什麼什麼 等等的 那我覺得 如果是巧新的角色的話 你這樣講的許多人 是網友還是溫朗東 你要講清楚 不然你這樣就影射 我剛剛說巧新 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確實壓力很大 比如說4X8也沒有說他有 所以我覺得巧新 今天壓力很大 他本來就是會有的 所以你不能這樣 你這樣講好像說溫朗東有講 溫朗東本來就可以去 那我一個來 我覺得今天朗東 他可以去做一個誠心 又或者是怎樣 但是在這件事情 的確就是他先去咬巧新的 那我覺得巧新 他本來就是因為個性食然 所以有這些行為的話 我想大家也不會覺得意外 但是我覺得 剛剛大家很多人在討論 包含說2000萬 會不會包含100萬等等 還有包含主被動 要不要出來講等等 其實我覺得 家鄭有本難念的經 在家庭上這種事情 的確就是很難說清楚 包含2000萬 剛剛大家在說 到底是投資還是在借貸 說真的 如果我是家的女兒 我回去跟我爸媽要錢 或者是乃瑜 你需要一個創業 需要去開一間飲料店好了 你回去跟爸媽要錢的話 說真的 當然講清楚是應該 但是當初他有沒有 講得非常清楚 那是一個 再來的話 今天我們大家在討論說 是投資 還是說是去借貸等等的 說真的家裡媽媽 不會去搞得那麼清楚 說我是投資你 那到時候股息分潤 我要多少嗎 其實我跟你說 家人真的不會 就是女兒需要錢 那我就給你這樣子 再來的話一百萬 其實剛剛的確 巧欣在一些法律用紙上面 他有把一些債務員 跟債權人搞錯 但是這一百萬很顯然 我不是很了解他們家狀況 但是至少我從巧欣出來 聽到現在 就是他們付不出這一百萬 那我就拿這一百萬 可是大家會覺得說 其實在這個本案上面 大家覺得像包括朗東 他有強調說他沒有說 巧欣有加入詐騙 而是他覺得說 有些事情巧欣沒有講清楚 而且大家質疑的是說 巧欣現在 有點是該還的要還 因為以前他咬別人的那個力道 現在大家拿來咬他 如果說大家說該還的要還 這個我覺得就是大家 在政治這條路上面的一個抉擇 但我覺得我剛剛就講了 這是巧欣的個性使然 所以他會去做這樣的動作 又或者說他以前做的這樣的動作 的確現在的這件事情 讓他也受了很多的傷 我覺得是每個人政治這條路 去做不同的選擇 只是說如果要回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詐騙案 該講清楚要講清楚 那今天巧欣講 詐騙的東西 第一他沒有涉入 那要查的話 就是司法調查 就是很簡單 可是今天其實很多人 都已經是包含說家人 你要切割離婚什麼回婚 說真的事實上 這是他講的 對啊 那是切割是你們講的 他有說我切割說要離婚嗎 所以我跟你講 就沒有人在說他詐騙 如果是我我也會說 那要救他講的話再講 如果是我我也會說 如果有東西就離婚 這個現在是大家贈送他的不用還 贈語 那是你們說的 你看你們現在就是在攻擊巧欣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說 我也會說如果我老公有事情 就離婚 你在那個現場 你這樣不講嗎 難道說 如果我老公有詐騙的話 我還要去跟他婚愛100年 我會這樣子講嗎 不可能 你比較有情有意 好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稍後繼續討論 加油 新竹市長高鴻安身穿長裙 17號上午抵達台北地院 為涉嫌詐領助理費開庭 里長聯誼會依舊到場力挺 高鴻安難得停下腳步 一一握手止蟹 另外上次請假的水母王玉文 也身穿洋裝出庭 而其他被告不同 他依然主張無罪 這次除了傳喚5名被告外 高鴻安的男友李中庭 也將在下午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 這也是李中庭首次公開對案件發言 成為外界矚目焦點 劍變雙方繼續結問 檢察官問高鴻安前辦公室主任 陳煥宇在福報加班費曝光的第一時間 高鴻安是否曾要求他 以及前助理黃靈慧叫小兔黃慧文的手機 跟電腦都要銷毀 而陳煥宇則回答是 陳煥宇又稱有媒體開始討論助理 找回酬金加班費後 高鴻安曾找他到新竹市香山區的 一處名宅談話 請他轉告黃慧文將相關手機內的紀錄刪除 他確實將高鴻安的話轉給黃慧文 但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想讓黃慧文去刪紀錄 市長有人要說 哇上公我們有發現呢 這個大家在出庭的時候呢 哇那個全身的那個 都設定得非常好啦 尤其是我們的鴻安市長 你看到高鴻安喔 他從一開始呢 動員里長來 但他當時沒有跟這些里長有太多互動 到了這一次最新一次出庭 他基本上是停下腳步 握好美意雙手 我以為是在敗票耶 是因為現在整個案件進入深水區了嗎 為什麼他現在要開始有這些行為 不是啊因為 因為那個大家傳證嘛 傳證完以後就終結辯論 那個停也應該剩不多了吧 把握機會 總是在最後的時刻 要慰勞大家一下來嘛 總是要質疑一下嘛 當然你說進入深水區啊 當然也差不多啦 因為今天他那個李中庭也要來嘛 然後Z9曾經在他辦公室 十幾個助理在那邊 他要求討論說 他出拍錄影帶幫他講話 Z9也要出庭嘛 大概這兩個人是對他案子 最友善的證人吧 那當然你現在 開始證人意不斷的在傳訊 結問的過程當中後面就要 收尾大概要走到末端去 大概六月就 因為五月辯論終結以後 大概六月就要判了嘛 六月就要判了嘛 當然這個案子 當然走到現在 你現在 陳煥宇的滅政說啦 等等啦 當然 我相信他們應該把大部分都說出來了啦 當初他是說跟黃靈會下去香山嘛 香山民宅 對對對 香山民宅喔 那我提醒一下 陳煥宇還有在咖啡廳的那個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講啦 還有一次是在新竹咖啡廳啦 然後 當然這裡面的事情 高王安 高王安當然 他自己做的事 自己負責嘛 當然 你注意看大家都在討論是說 啊 貪污自罪條例啦 然後 記得黃珊珊之前說 這個司法院什麼的 那個是 詐欺嘛 詐騙嘛 當然 你注意看他現在的律師是在打 無罪 無罪抗辯嘛 所以不可能說我變更條文嘛 我變更條文 那我是不是承認犯罪呢 所以現在是在打無罪嘛 但是問題是喔 你要 你要法官如何去看待 陳煥宇說的滅證書 如果你想想看你是法官 你如何去 去理解這一段滅證書 時間 地點 人 都有喔 都有喔 然後滅證 甚至於說手機要銷毀等等喔 然後 高安是老闆喔 這些是助理喔 你今天你是法官 你如何想像這一段 你去想像法官如何去聽這一段 然後 你去想像他的辯護律師 去怎麼樣去辯護說 沒有沒有沒有 高安沒說 就三個人被告裡面有兩個都跟你說有傳達的時候 法官去怎麼去想像這件事情 所以高鴻安的問題 不是你外面里長握握手啦等等這些事情 就外面歸外面 裡面歸裡面 等到判刑 如果真的判有罪的話 一解職以後 這些人大概也不會再見到你了啦 大概也不會想再見了啦 你這麼累 我每次要從新竹跑來台北 大概喔 就是說 你去如何想像嗎 就是說 陳煥宇 黃衛文 其實這一些都是比較關鍵的證人 那陳毅凱是還好啦 陳毅凱就是 其實他的那個那個那個 加班被捐進去的數量也都不太大啦 所以 只是變成一個證人 那今天就在看啊 看啊 因為 他們 會不會下午坐上去變證人 那證人的時候就是因為其他被告嘛 那大家等著看嘛 那我是覺得一件事啦 其實在這裡面的辯護過程當中 高鴻安既不管判決如何 我就覺得政治生命就是就此結束了啦 所以大家說這個政治生命應該差不多了啦 我們先聽一下廣告 稍後我們繼續來討論 好 我想問一下Grace啊 你怎麼看啦 這個鴻安現在大家說 哇 新竹大家都在說 應該是兩調 真的有這件事嗎 你怎麼看 其實大家會看到啦 這個鴻安的事件喔 我認為其實最無辜的 我認為就是最無辜也最無知 就是他的這個所謂助療 助助理們 因為你要去想喔 他們如果真的都認罪 其實他們也會有罪 所以其實我覺得高鴻安的事情很難脫困的原因是 當一群人他們都願意受到懲罰 也願意認罪的時候 那你是他們的長官 你其實很難脫困啦 然後現在又最重要的是喔 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在講聲量嘛 你說像這個統神 統神他現在也是就是說 去上Coco節的節目嘛 那你看他的表現 他突然間是比較冷靜的去看待這個事件 然後想辦法去做溝通 但是他也還是堅持他的立場 那他最後還是跟吳針握握手了嘛 那但是統神他有強調說 他現在還是支持政黨輪替啦 然後他並沒有說他支持民進黨 可是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就是強調 我絕對不支持這個賈老二柯文哲 對 結果你知道館長怎麼說他的 館長說你不是統神 你的外表是 但你的靈魂不是 你的靈魂已經變成綠色的形狀了 那我 不是 那我現在宣布好不好 你感覺 你現在覺得我是Grace 我是吳靜穎 可是我跟你講 我的外表是 但我的靈魂已經不是 你的靈魂都在開車 你知道為什麼 你的靈魂都去開車了 不是啊 因為我的靈魂已經變成 奶球的形狀了 好 我在這邊要鄭重 我跟我媽不排除對你提告 我跟你講 我家王奶球馬爾濟斯超級可愛 你這個黑貴賓不要再這樣 不是 阿嬤搞不好也會喜歡我這種 看起來就是可愛的小孫子 好 我跟你講 其實我也是有收視壓力 我們竟然花了最後好幾秒 來討論這個話題 明天同一時間繼續討論 明天好好來繼續聊正直 上公子的雙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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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